天外飛來橫貨 有駕駛在新北市繫紙區路邊臨庭 地旁民宅外牆的瓷磚突然砸下來 擋風玻璃當場碎裂 嚇得駕駛直說好險還沒有下車 事故貨爆之後已經要求屋主限期改善 否則就要開罰 而另外在高雄住民的三鳳宮 工作人員在搬運桌子的時候 不小心撞到石柱 導致石塊從天而降 差點砸到樓下的民眾驚險萬分 路人好端端走在路上 然後後面突然掉下大石塊 砸下來好大聲把他們嚇得回頭看 剛停好機車的騎士 差點就慘遭擊中 網友在臉書社團破文表示 他要去高雄三鳳宮附近吃麵 樓上突然掉下水泥塊 地面滿是石塊碎片 往上一看廟宇石柱少了一大塊 原來是沒有方人員當時在二樓搬桌子 不小心撞了一下 柱子竟然就碎裂掉落 所幸沒有砸傷人 另外在新北市繫紙也有類似以外 白色巧克車才剛臨庭路邊 突然掉下大塊磁磚 直接砸中擋風玻璃 碎成蜘蛛網狀 車主當時還在車上目睹過程 嚇壞了 很驚嚇啊 抬頭靠在發現 原來他的那個屋簷掉下來 一看發現這磁磚可不少 重力加速度把車砸毀 讓他馬上拍下車損慘況 PO上網提醒大家要小心 只是沒想到慘遭殃的還不只有他 樓下住戶的冷氣棚架 也被砸出一個洞 讓他們嚇得直呼 要是砸到人 後果可就不堪設想 事件發生在新北市汐止 3號早上7點多 大同路三段一處民宅 外牆疑似年久失修 加上天氣溫差大 磁磚就這樣掉了下來 目前現場已經為設警示追 要求屋主限期改善 避免磚再掉砸傷人 恐怕就不是賠錢而已 記得綜合報導